嗨,大家好,我是小蛙 开始之前,如果还没有订阅小蛙频道 赶快去点右下角的订阅 已经订阅的朋友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想收到上面通知的话,再按下小铃铛 今天小蛙要来分享为什么用Iron租汽车 如果想知道Iron是什么,要怎么使用的朋友 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资讯卡看之前的影片哦 有看小蛙部落客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写文章分享时遇到不好的部分一定不偏袒 最近看到一篇部落客评测 有不好的部分被想办法美化 这可能就是收钱业配跟开箱分享的差别吧 此后小蛙就不follow该部落客了 扯远了,回到正底 为什么小蛙要用Iron租汽车 1.便宜 Iron在小蛙录制影片时的计费为 平日一小时99元 假日一小时168元到198元 依车款不定 一天以10小时寄 约990元到1980元 只要租满10小时直接算一天 可用24小时 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还是很贵 对于平常没有要用车的人来说 的确是一笔额外的开销 但如果本身就有租车需求的朋友 多一个相对便宜的选项就是一件好事 小蛙会接住到Iron是2019年的暑假 当时阿姑工作关系 两人需要租一台汽车三天两夜 查完资料后发现价格都不低 以Yaris为例 以上几家最便宜的为中租租车 定价2500元 网路假日2000元 网路平日1750元 其他的更不用说了 每日价格大约在2500元以上 Iron平日最低只要990元 相较之下便宜不少 而且如果没有要租用那么长的时间 Iron可以以小时寄费 还会更划算哦 二方便 Iron有定点租环及随租随环两种模式 定点租环适合较远期的预约租赁 随租随环则是前半小时才可以预约 但随租随环目前只支援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园市 台中市及台南市 如果去到这些地方要用车 随租随环真的很方便哦 租还车的时候也很方便 只要透过Iron App即可自助搞定 不用受限于租车公司租还车的营业时间 以上两点是小娃选择使用Iron的原因 随着Iron规模越来越大 小娃有时候有租不到车的状况 如果可以提前知道要用车的时间 就可以提前预约 若是临时要用车 定点又预约不到 只能转向随租随环 没有随租随环的县市 也只能投靠其他租车公司了 讲完优点来讲缺点吧 随着Iron越做越大 相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1.系统稳定度 以前还没那么多人使用Iron的时候 小娃自己本身没遇过当机的状况 但2020上半年度 不知道是投放车辆变多 还是加入Iron机车的缘故 小娃自己记得的 大当机无法租还车事件 至少就有三次以上了 每次都是客服打不进去 LineAd很久才回 Facebook更是被骂到翻 虽然Iron事后都会赠送时数当做补偿 但是光想到因为这样耽误后续行程 心情一定会极度不好 2.功德心 Iron投放了很多新车 小娃早期经常开到 可能刚投放一两个月内的新车 开到这种车让人心情很好 每小时99元租到新车 只有一个爽字 但时间在跑东西会老 正常使用下 应该状况不会那么差 最近小娃常常租到被撞凹 视角都是严重刮痕的车 还有整台被弄得又脏又臭 垃圾乱丢的车 连出Iron机车的时候 也遇到停在红线上 或是直接乱停的 还是要宣导一下 虽然不是自己的车 但还是希望大家发挥共德心 也希望Iron可以尽可能把车况维持好 让使用者可以租得开心又安心 3.系统友善度 严格来说Iron App实在是不太好用 除了早期载入过慢的问题 最大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租用热门时段 必须要找到据点 点进去 选好方案 出借时间 如果出现 您选的时段无车可用 悲剧就来了 要先退回地图模式 地图模式又会拉回GPS地点 而不是停在原地 然后小娃又必须要拉过去租借的地点 一直重复上述步骤 小娃每次都被这个弄到快疯掉 Iron设计的初衷是一个点选时段 不行就换一个 但是使用者大量成长之后 对使用者更方便的模式 应该可以考虑让使用者先选定租用时间 再看看该时间内有哪些车可租 例如高铁买票时 选好起气点跟时间 再出现有没有票的讯息 在热门时段租过Iron汽车的朋友 应该懂小娃在讲什么 另一个部分是 小娃有一次到台南去玩 好不容易在住宿的地方 附近找到停车阁 等等要去的地方走路小远 开车又没位置停 于是想到台南有Iron机车 那租机车去好了 结果被系统挡下来了 因为该时段跟租车时段重叠 发讯息给Iron客服 对方则是建议同行友人 申请Iron来租借 如果是一个人旅行怎么办呢 好在现在台南有go share了 三步转路转 业者竞争 使用者想优惠 还有一些无法分类在 优点或缺点的内容 小娃就用QA的方式来介绍吧 一 我本身就有车了 还需要租Iron吗 这题不应该是二分法 如果平常在生活区域 或可接受距离的范围内 大多会选择开自己的车 而不是多花钱租车 但如果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 当然也可以很勤奋开自己的车去 不过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到当地租车 这时候Iron就派上用场啦 二有哪些车款 Iron是荷泰车系统下的公司 只有提供Toyota系列车款 虽然选择不多 但是四人座到七人座车款都有 最轻辆的Pierce C到七人座的Sienta 如果超过七个人就没办法了 只能租两台或是找其他租车业者吧 三,租不到车了怎么办 这个真的没办法 小花有一次带家人到台东去玩 台东只有定点租还 而且我们需要七人坐的车 其中一天租不到Iron 只好把那天换成当地的租车业者 前一阵子到台南玩 台南高铁站附近的定点租还都没车了 只剩下比较远的定点有车 为了避免无车可用的窘境 小花先预约远一点的 打算搭计程车或其他方式到达取车 到了台南高铁站后 发现那附近有一区放了很多 谁租谁还的车 二话不说 立马把原本远的取消 改成前30分钟才能预约的谁租谁还 高铁站出口大多可以看到租车业者的摊位 如果真的都租不到车了 就只好去找其他租车行喽 四 租Iron那么麻烦搭计程车还比较快 小花的确遇到有人留言这个问题 但租Iron也许应该比较的是跟其他租赁业者 不是计程车 这个问题没有对或错 好或坏 如果是10到20分钟路程 或要到的地方很难停车 或赶时间 或 小花自己也会选择搭计程车 否则如果到市中心停车不方便 反而是自己找麻烦 以上是小花这段时间整理出来一些对Iron的想法 如果有其他问题想知道的 或是有遇到哪些问题或哪些好处小花没有提到的 都欢迎留言告诉小花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有什么问题或建议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还没有订阅按赞分享的赶快去 拜托拜托 我是小娃 Ciao